O.S.K.ека 桃桃 Cancchi 議員畢業民主人權必須跟著動腿 但是如果經濟發動真的可以夠會發生的時候 民主人權一定會往上帶 那這個不僅僅是一個信念 這是一個實務的經驗從過去到現在 一定是這樣子 未来我认为也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打电脑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你在打电脑的时候 打文字的时候 你不可能从第一次打 打到20页以后 你才去 要储存 你一定在中间 打一打以后你就要储存 为什么 你随时要防备 电脑如果当机 或者你按出一个键 你前面所打的全部都不见 所以随时保持 对你追求到的成果 要予以确认 予以保存 万一电脑当机了 你原面所向的努力 也不会不见 这个非常重要 没有人说我买了车子 然后从来不维修的 买了车子后 你要维修 我觉得有了民主人缺以后 这个维修 它不会比追求民主 还要不重要 所以这个维修 不管是在 这一个选举制度上也好 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这些都是一饼滴滴滴 就这点来讲 我跟何伟兄一样 我是乐观的 我这个乐观 也是建立于 我对于文学 我对于人生 一些小小的体验 我认为台湾人应该有信心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们接着我们 台湾国务员的 帮你做个电话 首先 回答刚才这位女士的一个问题 海外民运有很多组织 形形色色大大小小 零零种种 刚才你提到的过渡政府 是其中之一 都是从事反共的事业 刚才我有几位女士和先生 提到了台湾的一些 具体的民主问题 什么族群啊 这个外国步骤啊等等 我是觉得最重要的是 坚守民主制度 坚守民主价值 民主不一味做 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民主是为解决 所有的问题 提供一个最好的基础 达建一个最好的平台 也就是说 大家在这个平台上 公开信息 透明 平等的 公正的 去讨论和解决问题 我打一个比方 在中国流传三句话 说你要看中国的报纸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日起是真的 说你要看中国的电视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天气预报是真的 还有一句话说 你要在中国做生意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骗子是真的 这三句话里面 就有一个人跟我提出 说有点不对哦 说天气预报也有假的 说那个重庆 自从三峡大坝 三峡大坝修成之后 搞到四川盆地 高温大汗 重庆夏天 气温达到44度 但是这个政府不报 他所谓为了社会稳定 政权稳定 他只报40度 也就是说 连天气预报都造假 这怎么讲呢 就是说三峡大坝 没有经过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 长官一直排来 如果在民族制度下 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或者说 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 台湾尽管还有族群问题 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你们只要 巩固你们的民主 推广你们的民主价值 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 比如说我看到报纸上 有公开说 谁有双重国籍 最后他被迫持续议员的职务 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陈云林跑到台湾来 给你们讲什么 他说两个 第一个 他对台湾在你们的压力下 被迫对毒奶粉的事情道歉 那么你们可以问他 你为什么不在中国 对那些毒奶粉受害的婴儿 和他们的家长道歉 他们不仅不道歉 连那些受害婴儿的家长 去法院被拒之于门门 甚至那个政府通知律师 不得接受这类案件 这就是专制的可怕 陈云林又说了一句话说 在你们台湾说一句话什么 说绝对倾听不同的声音 尊重不同的意见 骗子 你们问他一句 你首先去倾听 你为什么不去倾听 你们中国人民自己的声音 和不同的意见 所以说刚才 是 这是骗子 我就说了嘛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骗子是真的 所以我就写了这个后黑群嘛 讲他们从头自为 我就从毛泽东写到了 邓小平写到 那个江泽民写到 胡锦涛 还写到他们的内外政策 内外的骗 骗尽天下人了 所以你们可以想 就是我刚才讲到那个 就是我那个 谢教授讲到说 共产党对台湾是木马策略 你们呢 有两个成语 我刚才讲的 你们帮助我们通过网络战争 你们有两千三百万民众 你们就来两个成语就行了 一个叫胡底抽薪 一个叫唯卫救赵 帮助中国的民主化 使台湾安全的永续保证 如果中国没有民主化 你们做什么样的选择 都是不可能的 不管是同意 还是独立 上个星期我在日本演讲 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说在场的按中共的说法 是五毒俱全的 说哪五毒呢 说在场的有台独 江独 藏独 蒙独 外加民运 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他们讲 五毒不如一毒 共独 共产党独裁 我说台独不可怕 共独裁可怕 共产党独裁 不仅打压威胁你们台湾 它也打压威胁残害 迫害屠杀我们中国 中国民众 所以我们两个爱民众 应该歇歇手来 瓦解中共这个独裁堡垒 尽管中共很巨大 很庞大 在民主化的浪潮中 它只不过是一个孤岛 一个巨大的孤岛 它迟早会淹没在 民主化的浪潮之中 只要我们两个爱民众 歇手瓦解这个中共 专制堡垒 我想你们台湾外部的安全 能够保障 内部的民族 也能广告 你们所提到的一些 具体问题 都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 得到一个最佳的解决 谢谢大家 各位 各位跟六个非常好的一个结论 我今天礼拜六个早上 我们在座各位都不是股市名嘴 来跟各位报名牌 但是的确 看到很多朋友来关心 两岸的一个发展 尤其在自由民主方面 看起来跟经济无关 那我也引用一下 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勋 这个讲的 叫做John Adams 他讲过就好 他说我必须要研究政治跟战争 所以我的子女们才有这个自由去研究 去学习这个建筑 数学 哲学 历史 也只有如此 我的子女们才可以让他们的子女们 可以研究绘画 音乐 美术 等等的东西 因为他就要说 政治 看起来跟经济无关 它是一线的基础 最明显的例子 过去两年的时间 台湾因为人民做了一个政治的决定 选票选出了马英九 大家所看到的经济的结果是什么 从2008年520开始 台湾的经济延续6季副成长 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去年的失业率5.85 历史最差 OK 然后出口倒退23% 过去十几年来最差 我们的薪资所得 倒退5.13 历史最差 倒退到13年前 台湾的税收 去年短收2600多亿 历史上没有发生过 今年所政府的债务 欠下5600多亿 历史最高 去年 台湾有7万个人 缴不出健保费 被检卡 历史最差 然后台湾现在有84万个学生 因为没有钱读书 所以欠下了340几亿的 就学贷款 台湾毕业每个人就背负4万 历史最差 然后台湾 现在每年4128人自杀 平均一天11个 两个小时就有一个人自杀 我们从10点开到现在 已经有一个人自杀 历史最差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政治决定 可它的冲击是全面的 所以看起来我们在谈的是很抽象的 政治啊 自由啊 人权啊等等 可是 它的冲击 事实上它的源头 就是我们刚才讲 是一个政治的决定 所以我们今天看起来 是很抽象的自由 民主人权 可等到最近都没有的时候 那其他可能都是虚幻 是假的东西 那事实上我们今天 这四位还有包括个人 还有在座各位 其实我们的看法很简单 台湾要走的路 跟国民党的选择是不太一样 国民党的选择 他现在不断强调 用所谓中华民族的概念 还有中华文化的概念 去处理两岸的问题 也就是他用所谓的民族主义 这个族群的族 来取代民族主义 那希望这个来个换得 跟中共对话的机会 所以他现在一天都讲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 他这个强调中华民族的过程当中 不断打压所谓的台湾的民族主义 所以你看到媒体 我们自己在做研究 我找一些人在收集资料 只要出现台湾的骄傲 他有人经常讲 华人之光 然后只要出现台湾不好的 通通叫 台湾之耻 从来没看过 华人之耻很少 都是华人之光 台湾之耻 所以刚才提到什么 台湾的大学生啊 吃鸡腿啊 同样的逻辑 因为他不断要捧 中华的好的 然后台湾就是不好 然后台湾中国的学生是不得了 台湾的学生是吃鸡腿 上课打课睡 这个